当地时间5月10号傍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后 乘专机离开布达佩斯回国 赴机场途中 吕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聚集在道路两旁 挥舞忠兄两国国旗 举着携有忠兄友谊万岁等鹏符 热烈欢送习近平主席 祝贺访问取得圆满的功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何夫人到机场送行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 同机返回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起飞后 胸方两架空军战机升空护航 序幕前方的原本 安全放筛 下方的训练子 上方的训练子 努力 運用 航